怎么还不睡 这不还没写完吗 这题爸爸也不会 学习关键是要找对方法 我来教你们反派学习法 1.反派精神 目标坚定 把准备工作提前做好 不被外界因素影响而分心 2.不达目的不罢休 把难题变成挑战 当战胜解决难题时 孩子的成就感满满的 3.反派手段 找到适合的学习技巧 更快地达到学习目的 怎么又在玩 这是恭喜爸爸号召的挑战 楚楚正在努力玩具作品呢 而且玩具只要玩对了 也是可以让孩子成长的 玩具可是孩子快乐的源泉 家长不应该抹灭孩子的天性 我们能做的是正确引导 让孩子在玩玩具的同时 可以学到更多 看楚楚玩陪乐多彩尼 就像是自己在家上手功课 边玩边训练宝宝的协调能力 视觉记忆 专注力和观察力 并且利用创玩体系的理念 让宝贝的感官整合 心智素早 潜能激发 这三个成长要素 在每个阶段都能有所收获 包括成长中的十二项能力 也通过采逆的不同玩法 助力激发 孩子的天性就是玩 能在玩中获得成长 帮助宝贝变得更优秀 简直不要太省心了 看楚楚学得多快呀 快去挑战大师吧 小朋友们也可以和楚楚PK一下哦